最近一段时间,台积电一直都处在风口浪尖。之前台积电宣布赴美建设5纳米、3纳米生产线。现在又有消息称,台积电正在计划在欧洲建厂。还称台积电,有可能重启南京28纳米晶圆厂。 众所周知,台积电掌握着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。在全球芯片市场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目前来看,台积电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这不,在美国建厂的脚步受挫之后,立马就想吃回头草了。那么中国市场会欢迎台积电重回大陆吗?自从美国修改芯片等规则以来,就企图限制华为乃至中国的芯片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。 并且启动了多元化芯片产业链布局。邀请台积电在美建厂。而彼时的台积电受邀赴美建厂。要在亚利桑那州建设3纳米和4纳米制成的晶圆代工厂。而张忠谋此前表示,我们小瞧了在美建厂的成本。自赴美建厂以来,台积电的资金投入达到了400亿美元。可以说是赤巨资了。不过当时美国邀请台积电建厂时。 所提出的巨额财政补贴,或许会弥补台积电的资本支出。然而台积电赴美建厂没过去多久。老美的许诺就变卦了。说好的巨额财政补贴,全都大幅度缩水。 美国承诺台积电来美建厂所给予的高额补贴。如今只兑现了10%,从近400亿美元的补贴缩水,到39亿美元左右。张忠谋有些慌了。 随后,之前想要长期投资,台积电的美企股东纷纷撤资。股神巴菲特率先撤资90%,紧接着其他美企股东也陆续抛售股票。表示不会再投资台积电。 很显然,这对台积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推迟了在欧洲建厂的计划。让台积电不得不重启南京28纳米制成晶圆厂。可以看到,台积电这时想吃回头草。反而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。大陆市场对于芯片的需求量是很大的。台积电可以拿出400亿美元。在美建设5纳米、3纳米工艺生产线。 却只是在南京重启了28纳米晶圆厂。台积电在打什么算盘,可想而知了。但是台积电没想到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中国芯片半导体企业已经迅速崛起。这个时候再想回头占领中国市场,已经为时过晚。要知道,中芯国际近年来在芯片领域持续突破。已经可以自主制造8纳米等成熟芯片,并且实现量产。 而且,中芯国际还和阿斯麦签订了光刻机采购订单。目的就是为了扩大成熟芯片的产能。此外国资委对于芯片行业的发展,也宣布了重要决定,表示会加大对集成电路、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投入。 努力补齐芯片被卡搏的短板。这就意味着,国家接下来会大力支持芯片企业的发展。资金、人才、政策以及技术层面,都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。 估计早早赴美建厂的台积电厂子都毁清了。说到底,还是台积电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如今的台积电,美资占比台积电的比重太高。导致台积电已经没有了话语权。 原本想要背靠美国市场的台积电,却得到如此下场,不免令人唏嘘。所以说,台积电此前一直都在讨好美国市场。 只可惜热脸贴了冷屁股,不仅巨额补贴被缩水。而且越来越多的煤企,都削减了台积电的芯片代工订单。 这对台积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而台积电这时想重新进入中国市场。但是没想到中国市场已经有了中兴国际。由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,张忠谋的心都要碎了。 这也说明,不管在任何时候,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可靠的。永远不要选择依赖任何一方。不管台积电和美国怎么折腾,我们都要坚持自主研发。 相信总有一天,整个世界都会看到中国芯片的崛起。目前,台积电仍然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代工企业。之所以至今无法被超越。 是因为台积电,开创了芯片代工模式以来的高速发展。从最初的芯片制造IDM模式,到省区设计,封装以及测试环节。 只为芯片制造。这样独有的芯片代工模式,造就了台积电的成功。 这就好比华为研发的5纳米其林、9000芯片一样。十几年前华为海思还是个不起眼的芯片企业。经过不断的加大投资研发,终于成为了全球前十的芯片企业。 名下的5纳米其林、9000芯片,更是吊打一众厂商。为华为手机业务夺得了争争荣耀。 如果当时华为走芯片的IDM模式,芯片设计、制造、封装以及测试。如今大家是否还能看到华为的成就?华为5G是否还能领先世界? 又或者说,5纳米其林、9000芯片是否还能问世?显而易见,正是华为多年来专攻芯片以及通信技术。华为5G级芯片才得以走出国门。但同样有个致命的缺陷。就是美国针对华为发动的芯片制裁。差点将华为扼杀掉。 好在华为实力强大只是元气大伤。只让华为5G业务在国外受到了极大的阻碍。消费者业务在缺少自研5纳米芯片的背景下,将辛苦打下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拱手让给了苹果。 同样台积电也是如此。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。可未来保不齐就变成了三星又或者是英特尔。 毕竟三星的芯片代工技术仅仅追着台积电。张忠谋也曾表示三星最有希望追上台积电。而英特尔又是美国的亲儿子。若要制裁台积电和三星。那么英特尔将成最大赢家。 所以,当张忠谋提到未来芯片之争,就是台积电之争。台积电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时,很多国家在技术上无法超越台积电。开始争相地拉拢台积电,其中美国的表现最为积极。 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台积电同意赴美。即使美国提出过很多过分的要求,比如要芯片销售、财务报表核心数据,以及吸纳高等人才。台积电都不得不答应一系列要求。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,美国新推出的芯片法案其中有一条。凡是想拿到在美国的建厂补贴,就必须保证,未来十年不能与中企进行技术研究合作。 不能在中国建芯片厂,打得台积电等芯片企业一个措手不及。台积电若是赴美建芯片厂,并逐步将产业向美国迁移。 尽管有着高通、苹果等巨头芯片企业的订单支持。但未来势必会彻底丢掉中国的芯片市场份额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。许多外企都挤破头颅抢夺中国芯片市场份额。而台积电若此时丢掉的话肯定会得不偿失。 然而刚刚台媒传来一则消息。台积电,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的4纳米芯片厂,预计2024年就可以量产了。 而且高通全球资深副总裁陈若文随即便表示。高通,将是台积电,在美国建4纳米芯片厂的首批客户。 更令人气愤的是,张忠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。对于美国打压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发展。 我没意见,甚至我支持这样去做。张忠谋不帮着中企说话也就算了。但你也别在背后捅到中国大陆。万万没想到台积电竟真的跑了。 这也就相当于张忠谋成就了拜登的夙愿。哪怕张忠谋知道美国的真实目的,是为了将台积电的核心技术、人才,彻底掏空变成美机电。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份,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遗迹典礼上,拜登就曾协议众美科技企业大佬亮相。面对从台湾搬运来的半导体生产设备,拜登兴奋地大喊,美国制造终于回来了。 而这也一直是美国以及拜登的夙愿。显然拜登这一系列动作是有预谋的。将台积电牢牢攥在手中。用不了多久,台积电的技术就会被美国收入囊中。 而美国曾经在芯片制造的市场份额,从40%降到了仅10%,有了台积电的技术。美国重启芯片制造也不是不可能。正如那句话说得好。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张忠谋非要这么翻脸不认人,让台积电站对美国。那么我国也绝不能再心慈手软了。 外媒曾说,台积电等企业赴美建厂就是一场赌博。赌对了两全其美,赌输了恐有灭顶之灾。台积电若将芯片产业,全部都牵制美国将会输得彻彻底底。毕竟日本半导体的辉煌一度超过美国。但在美国的阴谋轨迹下名落孙山。至今都未恢复元气。况且在90年代台积电曾去美国建过工厂。 后来由于成本太高连年亏损,将工厂倒闭也是血淋淋的例子。俗话说,不是不到时候未到。讨好美国的没有一个好下场。而台积电也会有哭的那一天。